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4号,来看到现在的这个投资市场 节目克莱默呢就说了三个新闻,一个是关于Apple的,一个是关于这个药物研发的暂停 还有一个关于这个银行股是不值得购买 那银行股呢在上个视频我就已经说过了,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第二轮输困金10月14号的视频 那我就提合一下我自己对美国政治大选的这个了解来说一说 那Ely Lily就还有这些等等等等的药企J&J, Johnson & Johnson, INO,还有那个Mondena这些股票呢 为什么现在突然的垮下来了 那对于大选有什么影响呢 那现在大选来了,又出现了那个什么海豹部队,又说本拉登并没有死 那这是一个博异,像政治上的博异,这个不利好呢是在出现在希拉里,还有这个奥巴马执政的时期 那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共和党这边攻击民主党嘛 那现在民主党是用什么样的招数来反击呢 第一个是不签这个,一直不愿意签这个第二轮输困金 你要么就发2.4万亿,要么就都别发啊 这是南希佩洛西勤口说的 那再来看到这个Ely Lily,为什么之前川普在视频那里说 这么隆重的说,大家会拿到跟我一样的药物啊 那实际上呢,现在Ely Lily说暂停,那我是不懂医学的一个人啊 我只是从我主观的判断去 说这个你是缺了经费,还是缺了什么 在这么关键点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说这个 你说这个药物暂停,第三阶段试验 也就是说有一些患者呢,有别的这个症状 这个不能,这个你就把我所有的希望,我前提还置顶了 川普有一天呢,是把他Ely Lily的那个视频给置顶了 那为什么是这样,你到底是想骗钱呢 要多点研究经费呢,还是想怎么样呢 他并没有说现在他们要的并不是钱 他们是玩的是一个规则 他更愿意向这个希拉里他们在那边靠来打击川普 因为你现在突然这个说这个药物暂停 那是不是选举的那个希望 川普说之前每家药企拿1.5万亿啊 拿1.5亿去研究这个药物 现在到第三个阶段你突然给我暂停 你为什么第一阶段的时候你不说暂停 第二阶段你也不说暂停 第三阶段就在选址日之前 还有不到20天 就20天,正好是20天 这个10月,11月13号,11月3号 正好是还剩20天 你就给我说这个 那就像我之前的视频说的 非常频繁的博弈 而这个以为股票一定会大涨 但是这个并没有所有的资本家 例如摩根斯丹利啊 JPM还有这些药企 并拿了川普政府的钱 并没有站在川普政府这一边 时隔那么多年过去了 跟川普达不成协议的还是很多很多人 还是希望川普下去 所以总体而言的话 他现在肯定还有一些招数在里面 那我们就慢慢来看他的这个博弈 到底有多么的精彩 现在J&J还有依赖利 也是暂停了第三阶段的这个药物研发 那摩德纳呢 还有其他那些呢 有没有这个暂停呢 我们是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一个新闻来说 也就是说还在进行中 这个视频就说到这里吧 就不满的这个不满川普的人呢 还是非常的多 他企业家这些各大 包括FANG 还有这些药企 我都深深的感觉一股 这个公司的领导层 都是对川普不满 或者是你是这不整人吗 你看突然说暂停 那他之前所所发的视频 所发的推特之国 就说你我这个民众 会拿到跟我依赖利 我吃的是依赖利 还有鸡尾酒药法 我跟这个是一模一样了 那依赖利 你现在出来打脸说暂停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还是选举的 马上要选举 已经在选 在投票的过程中 这个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这个公司 并不站在这个川普这一边 这个基于是我不懂得医学 我也没有这个医学常理的人 来说的 这个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们一起讨论 你这个不要骂我 谢谢大家